好 我們看一下第 46 題 他說下面哪一個句子是正確的 就是有關小童的這個板凳是怎麼作用的 那這個又是比較 specific 而且要看到哪個句子是正確或是不正確 所以這樣子的話我們必須要找到相關的那一段 好好的比較一下這四個選項 所以一樣的我們再來看一下文章這相關部分 是在這一段裡面 我們先看A選項 A是說 The kitty stool will swing out only when the cabin door opens 說這個櫃子門開了 然後這個才會把這個凳子才會彈出去 但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得到 他是把這個凳子是附著在櫃子的門的前方 所以開了門反而他不作用了 不好用了 所以答案A應該是錯誤的 那B呢 It uses hinges and magnets to keep the wooden pieces in place 他用鑰鏈跟什麼樣 跟吸鐵 就是這個磁鐵 來讓這兩塊木頭在固定的位置上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邊他確實是用到 用這個鑰鏈 他可以把第一塊木頭附著在櫃子的門上面 再把第二塊木頭附著在第一塊木頭上面 他用這個鑰鏈做 同時呢 他可以用這個吸鐵呢 讓這個兩塊木頭呢 讓他把它折回到 這個避櫃的門上面的時候呢 他可以固定在那個位置上面 所以答案B 他用這兩樣東西 來keep wooden pieces in place 看起來是正確的 我們看C It swings from left to right to be attached to the cabin door 他是說他是從左蕩到右邊 但實際上我們這邊看他 It swings out horizontally 他是指水平的 並沒有說是左右蕩 所以C答案不正確 再看D的部分 D The platform is supported by two pieces of metal 這個平台是靠兩片金屬來支撐的 但實際上我們看得到是說 他是用下面一塊的木頭 來支撐上面這塊木頭的平台 所以其實是靠下面一塊木頭 所以D答案也是錯誤的 所以我們回去看一下答案應該是什麼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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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